有所知的一些媒體 那既然你可能有認識一些記者之後 比如說舉例來說像剛剛那個大福的新聞 那有沒有可能說你做了這樣子的報導 那我提供給這些記者 讓他們再去做更深的 而不是就是像以前可能資訊 可能沒有這麼公開 還要就是在醫院服務上面 傳很多之後才傳到記者那邊 那如果你本身就有認識記者 這樣子的會不會比較快 然後力量會比較大 我覺得這個要談兩塊 一塊是就是後來記者 因為他們沒有拍到 有好幾個例子 就是因為我先去拍了 那個影音的東西 像電視影音的東西 你沒有畫面就是沒有畫面 所以他們知道我有拍 他們後來就會跟我要 我就很好沒問題提供 甚至他們有時候還會給我 可是前頭那個記者不是說你來採訪一下他就來 不是這樣子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機制 不管電視款不管報紙 他們有他們的派線的系統 有飛機台的系統 比如說你覺得這個題目很重要 你來報導 而且你常常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看電視台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新聞嗎 對不對 他們要跑 其他的東西啊 所以 所以像某一個事情 其實有好幾次 有好幾次就是 我知道今天有什麼事 我發覺我只能丟消息給他 可是他來不來 那個不是我們能決定 甚至有時候不是急著決定 而是派線說 今天哪一條事情你要去跑 那你這裡他就沒有來 所以這個要切開來看 就是說 那個媒體有他們自己的作業方式 運作方式 這個我們很難去左右 可是後面的這一塊我覺得OK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認識了 然後他說 那個 因為有些事情 剛開始可能還不明顯 或是還不大 那我們有追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有資料了 然後當 譬如說以實料公演那個事情來講 他慢慢發展出來的時候 當有人要來報導 他知道你有拍 他就會說 你以前的資料都會提供給我 甚至我會把一些比較清楚的來 來弄去脈跟他們講 我覺得我們跟媒體的關係要這樣子 而不是那麼抵對 不是那麼敵對 不是那麼敵對 而是應該是一個很 算是一個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 我們要知道 雖然我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做什麼 可是畢竟我們的力量還是比較小 那我們還是想辦法跟他們怎麼樣的合作方式 那甚至提供資料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去把那個時間 如果你們想要去做什麼 你們想要去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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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問問題 其實我問一點點 對自己的想法 不管他的態度 他這個方向是哪 對一個議題 他大家是有不同的 他立在那邊 這個是每個人 這叫做公主 然後當你當記者的時候 你就應該拋棄自己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你要談公民意識到底是什麼 不是說我們兩邊都呈現出來 我們就沒有辦法 不是說公民意識 不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這樣的意思 在現當場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說 做一個記者 你就是要做記者 那記者是大人的公民 在這個時候 我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說法是 好像兩個是衝突的 其實 沒有 他是不衝突的 就是說當我們在講 我們去做公民新聞的目的 第一個我們去呈現一些比較真實 我說比較 可能比較真實的面向出來 那真實的面向可能就是有正有反 我們也不能講說一定誰對誰錯 可是就是盡量把它呈現出來 而且你要去 有沒有辦法去呈現更深入的 有些人為什麼說好 有些人為什麼說不好 為什麼同一件事情 有人說好 為什麼說不好 這背後一定有他的目的 有他的動機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你呈現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還有一個是很重要的是 有沒有辦法引起討論 大家是不是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一起來討論 比如說我們講文靈院的事情 或是甚至講大佛的事情 有些人覺得那干我什麼事啊 土地徵收農地徵收 我又沒有農地 文靈院都更 我家又不都更 或是上次白玫瑰的事情 白玫瑰 我家有小孩 所以我要趕快去開刀 所以說第一個 你有沒有辦法把那個事情說清楚 譬如說白玫瑰的事情 這些白玫瑰的人 他的訴求是什麼 然後 譬如說我們所謂的恐懵法官 他為什麼會依據那個來判 那是一個正方面的說法 應該說兩方的說法 不要說正方面 兩方的說法 然後我沒有辦法讓很多人來關心 我所謂的公民意識 是這個東西 而不是說我 乒乓報道出來 那就是沒有公民意識的 不是這樣的說法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對不起 可是那個可能 我們還要再花半小時假 我簡單講一下好了 可以晚一點嗎 可以喔 我簡單講一下